而娱乐圈里,不少明星也老大不小了,比如,杨子29岁了,还嫁不出去,黄子涛28岁了,还找不到老婆,老大哥孙宏雷的成名之路,可以说是很艰辛的,能取得现在的成就,不是因为上天对他的眷恋,都是靠着自身的演技与实力,平时的他,给人一种高冷的感觉。 其实私底下的孙宏雷,还是个热心肠的小伙子,只是有时候好心办坏事,这部,有一次乱点鸳鸯谱很是搞笑,让我们跟随乐乐冷知识一起来看看吧。 在某综艺里,孙宏雷先是为杨子与张艺兴的恋情,是否属实,得到否定的答案后,他就开始推销起自己的小老弟黄子涛,称自己的小老弟多么,多么好,杨子一听就抱着树,开始撞了起来。 看来,杨子着实吓得不轻啊,哈哈,孙宏雷乱点鸳鸯谱,杨子吓得想撞树,黄子涛表示,咱俩是哥们,乐乐冷知识。 虽然黄子涛对杨子也没什么意思,可见到杨子这样的动作,黄子涛的内心也受到了一万点暴击,因此他也不甘示弱,表示杨子反应那么大干啥? 对杨子更没有兴趣,两个人只是单纯的异性哥们而已。 经过了孙宏雷一番乱点鸳鸯谱后,杨子与黄子涛的兄弟情更深了,看来平时黄子涛的为人还是不错的,不然,孙宏雷也不会把他介绍给杨子。 可惜的是,孩儿大不由娘,这两个孩子根本不听孙宏雷的,毕竟是好哥们啊。 乐乐冷知识,孙宏雷乱点鸳鸯谱,杨子吓得想撞树,黄子涛表示,咱俩是哥们,创作真心不易,点赞就是我的动力。 本短文由二爱闹,三爱笑,四爱哭,爱加系的乐乐冷知识原创哈,165线小写手,希望能赢得3745个点赞。 明星的故事,日常,经历,生活里,发现一知识,二热爱,三美好,部分内容仅供欣赏,观赏,赞扬,赏识,若是能收藏,关注,转发,评论等,下期可能更精彩,哦哦哦,总之就是么么大蛙,热热热。